雍和宫位于故宫的东北方向,坐地铁二号舰的雍和宫站下车的几个道路。 雍和宫最初被称为雍亲王府,因为他是清朝康须皇帝赐给皇室子应征的府邸, 而应征也就是未来的雍正皇帝。 雍正在此居住过超过三十多年,而他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乾隆皇帝也是在此诞生的。 在雍正登基三年后,他将此改名为雍和宫。 买门票进入参观后,首先要经过雍和门,之后才到雍和宫。 雍和宫,因为出了两位皇帝,被人们认为是龙遣府邸,是北京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。 每月的初一十五,很多人都来这里烧香祈福。 雍和宫后面那座殿就是永幼殿。 在雍正皇帝驾崩后,他的灵鹫就被安放在雍又殿,一年后才余状清溪灵。 因此,雍和宫主要殿堂原来的绿色玻璃瓦就改为了黄色玻璃瓦。 他那里殿宇主要为黄瓦红墙,以紫禁城皇宫一样规格。 雍和宫的建筑是坐北朝南,出了永幼殿之后就是法轮殿。 法轮殿原是雍正正附近的寝殿,之后是真理念经的场所。 万福阁就在法轮殿之北,是雍和宫整座建筑中北端最高的建筑。 他里面有一个总高26米的木头雕的尼罗佛藏像。 是雍和宫整座建筑。 清朝时是信仰佛教 前龙皇帝登基后 他认为他的子孙后代无人能够居住在此 而将此改为壮传佛教寺庙 则是纪念他父亲雍正皇帝 联系西状蒙古统一大中国的最好方式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雍和宫 就是雍和宫拉玛天佛 中皇帝登基前龙九年之后 他就赚成佛教寺庙派的失业 他只要有三座金字的台方 洛阳天佛学派 snel后天佛云所依舆 拥土得发龙殿 现在很多人已经赶紧在ali 先生 这个不是好my 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